兄弟们 这将会是小冬目前挑战的最高KD了 因为意外还是发生了 这个人打掉之后 常常还剩下一命敌人 决赛圈最后的三个烟雾弹都是小冬疯的 当小冬拿了一消耗的时候 你听 敌人的手雷已经甩在了小冬的脚下 还有第二颗 当我看到还剩这一丝血量的时候 我还以为小冬能像以前一样顺秒对手 我没想到 挑战高KD时最大的挑战莫过于此 现在KD已经掉到了189 接下来的这局游戏对挑战者来说 可谓是压力巨大的 因为再不刺激的话 KD就要掉霉了 这把依然选择跳科学馆 但这把有人贴脸 还好旁边有把喷子 一淘汰到手 听脚步楼下还有人 我们下去找找机会 听枪声就在老六点附近 这个距离和敌人很近 我们直接切公子送他 看我们坐下一趟飞机 感觉这节奏不太对啊 兄弟们 就咱们这个配乐 就算职业选手来也得坐下一趟飞机 太忧伤了 咱就说正经解说谁配这么忧伤的音乐呀 咱们在后期急于挑战者一定的支持啊 比如说以正经的方式解说挑战者的挑战视频 目前咱们的挑战者飞到了船厂旁边的野区 准备在这个野区发育一番 那么这个野区有没有其他的真人呢 本地人倒是没有 外地人来了一个 这哥们刚落地 只有初始装备 而我们的挑战者领先一颗手雷 要通过这个门口给对面投掷顺报吗 我看来不行 门口有防炎可能会阻挡 需要再调整一个角度 这颗手雷应该是炸到了 咱们又炸死 要想快速破局的话 还得找颗手雷 旁边还有脚步 是有人来劝架了吗 哦原来是个宝宝 楼上的人跳下来了要小心 这哥们又上房顶了 身法可以呀 刚好捡了颗手雷 看能不能用手雷将他击杀 用开关门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这招不错 不知道这哥们是溃屏 还是说凑巧也飞到这个房区了 好在目前掉KD的危险解除 那么兄弟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局挑战者能拿多少个淘汰呢 圈刷走了来到火焰山山顶站点 看到旁边马棚有一个 直接收掉四趟带到手 哎这车就会开了自动驾驶似的 没人开自己跑了 天脚步山顶又上来人了 不要慌先跟他掐雷 跑过来了那就开枪打 这波双枪合并加闪金 也是成功拿下对手 从目前的操作来看 手感恢复的还不错 感觉这把能车筋 开车上来当掩体在舔包 这样的话就算被打也容易逃生 故意铭枪暴露位置 可以看得出来咱们挑战者现在非常的自信 这话说的 我怎么看着这么不舒服呢 是时候来个敌人让你看看东大手子的实力了 看到没 敌人先开枪反手就把他给秒了 手感火热都没动 观战就观战 别说那些没用的 好好看好好学 学会东大手子的操作 度假倒上高KD 你也可以 看了一眼圈 科学馆的位置不错 提前去站点 科学馆没人的话 这把又是吃鸡菊 啊 被顺秒了 兄弟们 没想到又碎了 这么大的心理压力下 谁能不崩溃呀 难道 就要止步于此了吗 兄弟们快点个赞 鼓励鼓励小冬吧 或者 在评论区打上一句加油的话 让他尽快的振作起来 我们还等着看 度假倒三层单牌 最高KD封神呢 兄弟们 话说现在的KD是多少啊 会是在兄弟们打带评论区